现在看是左边一批丁春秋二批是小孩 八进四第一场比赛胜者组胜者组抢三 好了比赛开始了小二先来一个 先这么多人抢三啊 上来就是广东好胜龙啊 丁教练上来被小二压制住在角落里 感觉丁春秋有点紧张 没有放开违反 小孩的卢克打出一波小高传 踢着打出来了 小孩微闪但是被追击了前头 角落里怎么办 违反丁春秋想抓没转抓到 这一波熬紧张 有点快这个攻防转换的节奏 缺乏了 又抓没抓到小孩机会 带走 互相失误呀 双方失误好多呀 刚才确反不知道丁春秋那边的资源够不够 他EX是更远点 对能带走 有点棒啊 今天的第一灯就一样 把这个比赛的高潮提升了一个维度 没错 果然是小孩 现在很主动 但是主动之急还是要小心走 小孩对你一直在苦练鸡霸舞 看来还是没有白练 轮波动应该还是比破卢克的 又想中山 想找一个机会将对将对手放倒 两边其实想法都差不多 对的 这个机会谁先来呢 就是站中角的牵制 又装 这个插盒 打波动的插盒有点帅的 真的 对 他是研究过的 好 小孩现在这边满多 哇 有连离自己的VT还差一点 哦 小孩的机会又来了吗 双方又失误了 但是现在两个仍然是一个军士 但逐渐来到了尾盘 其实卢克 小孩现在满队员了 又暴危了 机会来了 要不再带飞了 好了 那么接下来就是卢克的消耗战了 对的 将防守进行到底 他能防得住游离安的狂攻吗 小孩现在不防了 进攻了 丁教练最后一次决 小孩机会 哦 这么稳的吗 小孩扎了 小孩先拿下第一分 这下危险啊 抽起来的话 毕竟还有镜子吗 这下想法其实非常不错了 而且这个也是 丁教练的游离安 成名 成名绝技 好了 比赛开始了 第二场 抢三局啊 抢三 谁先拿到三分 谁晋级 胜舍组下一轮 败着去败着做 博弈啊 地面距离的一个博弈 还是那句话 谁先把谁放倒 谁就能获得先机 还想打插合 小孩赢了 就等于拿到一个赛点了 哎 机会来了 打到康特 但是这些小孩 这么凹的吗 不是太果断了 哈哈 是啊 放播失误中断命中 没有反应 很难反应 看着这小孩在街霸虎项目上 最近这些苦练啊 进攻欲望得到一个加强了 哇哦 真的是感觉 确认能力非常强 不然提速 哦 这个复合 又是 太糟了 对 完了 当被尤利安给他补空的时候 后面 必须要顶了 按这个后头 没错 对 小孩手拿着一个进药杆啊 有水平啊 对 时刻关注着两个玩家的这个状态 对 对 哇 有点 广东好射龙 好吧 这种状况 其实真的是不敢动啊 只能是送一些血量出去 这里是家真的 继续消耗 游链这边也是在寻找让对手扫地的机会 不过这一下被偷击 哎 乱动 哎呦 机会来了 小孩 哎呀 又被打晕了 非常的帅啊 带走 节奏控制的特别好 对 还有一个 这个角色真的是 瞬间把你关到角落有点吓人 是 这个28k是家真的 来看一下卢克 小孩现在是满C了 哎呦 后头 这个关键了 这个难受了 自愿上来说 小孩要比丁春秋 都丰富好多了 吃肘子肘肘肘很疼 还想晃 再桶 这肘子很香 不合成功 对打茶盒 哎 哎呀 这个 非常的快 轻功你起手 这要发明 现在这个角落 再抓 小老李再抓吧 好了 凯镜过了 这套伤害非常高的 都有夹击了 带凯镜了 怎么得 这镜子没有落上 太尴尬了 刚才落镜上就弹出去了 又可以连死了 小孩儿可以单发 却认带肥 直接带走了 满气 现在小孩儿满队员了 他需要一个下中角的机会吗 28k抓头 果然 现在是八进四 八进四 胜者组抢三 丁教练还是用优利安立战小孩儿子卢克 他们两个水平其实都是水平相当对手了 就看谁能把控住了 状态好 谁就能赢 谁状态把控不好 谁就不行了 没有谁高 谁低的 不存在谁稳吃谁的 你们认可吗 朋友们 认可的话啊 不认可的话都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了 咱们来看现在 在定制级对战小孩儿啊 是 这么下去 血量都差不多 等到尤里安镜子一出 应泽就来了 对的 都在等一个机会 看看 再晃再晃 想拉扯 让对手犯错误 小孩儿这边是非常的稳啊 不动 而且你看他这个资源已经 哎 机会来了 哇 诶 想折 追到了 这看来微闪 真的是漂亮漂亮 你看 这个对局就非常精彩 精彩之处在于什么 之前的几十秒 大家都是在耐心地等 对 你给我一次机会 我就将我的利益最大化 对的 推到反边那波折太硬了 是的 而且很持续 你看 现在又来了这个很胶着的状态 以前 哎呀 机会 是的 这个失误有点尴尬的 开头 开到了 吃肘子 哟 大康 这个好疼 这个疼啊 关键 追加伤害 这伤害四百多呀 呜 直接要打晕吗 晕了 坏了 还是打晕了 小孩儿这一波的防守 没有顶住 还有可能 起身 夜色楼 独驾 远距加波 尤莲 现在 镜子是快有了 但尤莲 现在 微剃草 没有满 小孩儿非常难受 还差一次学 说实话 小孩儿 现在有 现在小孩儿 可能 但不是很难 太难了 理论上 小孩儿是可以赢的 还有40秒 时间 还有 有了 保卫了 开镜子了 直接炸掉 故意挨着这下吗 应该是故意 是 故意挨这下 可以 发波动 我这么多的血量 我挨一下 然后换一个镜子 我是直的 对的 对吧 好 感觉上现在丁春秋这个力回已经打得更主动了 对的 因为毕竟现在优势在自己 漂亮 插合做到 插合可以 血量有优势 现在小孩儿要慢慢追了 他这个前中拳的位置 控制的相当好 嗯 时不时来一下啊 其实卢克现在也是很难有走过去的机会 六六肯定也不能乱用 只能是靠波动 然后变换一下节奏 消耗一下对手的血量 差点被缺乏 有点危险 对的 行推距离还可以 投下 现在是丁教练赛点 如果说小孩输的话 他要去败者赌 不过去了败者赌 也是有可能复活的 以前丁春秋上次打小孩也是败者赌 复活 最后读挂了 大家还记得吧 两人的现在应该说心态上都还是有非常当的一个紧张的存在着 这个时候跳鸭其实不是一个理智行为啊 小孩最擅长就是正龙 保卫了 准备给他加buff 再次广路好正龙 非常帅气 现在气神来说小孩占了一点优势 越来越谋 丁春秋开镜 这个是一个关键点 投进 还有十秒钟 小孩能挺住吗 再开镜 完了 这灯 小孩头 还有一秒钟 能赢吗 来不及了 太精彩了 哇 看着好想尿尿 小孩现在是满 满气 但是微提桃不够 西装猛男 又连对着卢克 小孩被吹飞 再吹飞 角落已经伤害400多 小孩还有机会满气 这个距离 现在小孩有有有气的 头 没骗到 微闪 还敢跳吗 丁教练 肩在角落里 哇 小孩危险 最后一次诀 他能赢吗 能够思绪 大地转吗 大心道 小孩 加油 下青腿就要把对手摁死了 小孩现在满气 哎呀 小孩被打到败这堵 丁春秋把小孩打到败这堵 双方哟 双方哟 最后两个人也是友好的握手 双方哟